我觉得亚文科的这个现象 其实就可以关联回 这个老游戏的这个话题 就前面你们在说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想 就是那个时候的游戏的 类型的多样化 其实和那个时候游戏的收费模式 包括和整个市场的这个状况 和渠道商的状况 也是直接相关的 就过去你做一个实体游戏 你甚至可以通过报刊亭售卖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出现 像现在这么严重的就是垄断 你不是要通过一个大渠道商 你的东西才能被人看到 否则它就会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 但是在那个时候 一个是就是 其实那个时候你上杂志 你买杂志的广告位 并不是一件特别贵的事情 而且你还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发行 你可以去跟你家门口 报刊亭的老板商量 他愿不愿意帮你寄售游戏 寄卖游戏 就是就是就是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经济和商业方面的因素 在起作用 就是早年你能有一个自由的创作环境 是因为就是玩家会被你的创作买单 他只要买了 他的动作就完成了 就是你拿到了你你该有的钱 然后玩家把游戏买回去了 至于他喜不喜欢 那是骂他还是打他 或者或者把他砸了 像一体一样放在垃圾厂集体填埋 这个这个就跟你没关系了 你已经赚到了 你该赚的钱 但是现在这个游戏 大家都要都要free to play 对吧 就是所有的游戏都要从几个大的渠道商 这里分发下去 然后你免费的下载 然后就是相当于 其实玩家一直到他下载游戏的时候起 开发开发者并没有收到钱 就是你你开发者的这个这个分成 开始变成了一个非常滞后的事情 而且他和你的创作没有直接关系了 你开始开始变成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当中的 一个小的链条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你创作不自由是必然的 这个不自由不完全是由媒介的限制造成的 这个不自由是由现在的经济模式造成的 你如果所有游戏都是free to play 那你肯定要考虑玩家的取向 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消费者和和一个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关系了 他不是早期的那个有有点像艺术家和对艺术家感兴趣的顾客之间的这种关系 他他他就是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在早期你创作你可以根本不考虑玩家的口味 就是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就做了呗 我记得我都玩过很多这种怪游戏 就刚刚才刚才一说奇葩游戏 我脑海中第一次浮现出来的就是 NDS上面之前出过一个叫做 泡妞泡妞先生的什么什么野生物 这个游戏特别的神奇 他就是教你怎么怎么怎么连移 然后怎么怎么通过各种各种这个小手段把把那个取得妹子的好感 然后把他带回家 这里面当然也也有很多其他的那个知识的介绍 包括什么红酒啊 就是什么寿司啊 反正就是这种能够展现出逼格的知识 就你知道这样的游戏 你现在觉得好像不是特别能想象他到底是什么样 其实他做的还挺有意思的 他就是就是用恋爱养成的那个思路去做的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游戏太亮了 就是不是因为他的内容 而是因为他用游戏的载体去表达这种他看到的社会刚需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的游戏就没有这么常见 因为你渠道分发一定 就是就你的经济 你的你的这个经济结构一旦变成一个 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垄断式的有巨头的这么一个体制的话 那其实监管你就更容易 他只要监管大渠道上就可以了 那像这种游戏可能立项都过不了 特别是现在现在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监管政策收紧了 鼓励大家像爆出号一样 做游戏之前先把游戏的主题和内容都爆上来 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更难发挥窗 就是就是你过去是我想做我就做了 只要有人买可能我的本也能回来 对吧 这是一种心态 那我是一个创作者的心态 现在是我得求这渠道爸爸 我得看我得看能不能拿到版号 我得看这个审批行不行 就是你你这两个 就你在这两个状态当中的这个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前一个状态下创作者是主体 后一个状态下创作者是客体 它是一个更大的经济链条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是是造成现在 就是大家经常看到 App Store上面会有新游戏推出来 但是这些新游戏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新 就是你打开它你觉得 你觉得哦 就是就是又是一个现有游戏的玩法的 在在这个换换一套皮 重新搞一下的这种东西 就是全都是这种索然无味的游戏 不完全是厂商的国 也有我们现在整个体制 包括监管这里面的很多问题 就是游戏和书不一样 你不能把它和书一起拿来审 这个话题的人我们就不说更多了 我们把话题引回去 让那个Rudemus多说多说两句吧 我们现在已经偏题偏的对了 嗯好好好 对这个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确实非常好 我稍微补充一下 我觉得就是刚才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不是说为什么会觉得以前的游戏特别类型特别多 或者是玩法特别多 然后现在的游戏好像比较局限了呢 我觉得这里面稍微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小的陷阱在里面 就是我们拿现在的游戏跟以前的游戏比 其实是在拿一个时代跟很多时代的游戏比 就是我们是在拿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点去在跟以前的那个时间时间面去比 就实际上玩家的口味玩家的这个他们的倾向也是在变化的 就比如说我举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一个叫做STG的游戏类型 就是由一开始就是泰东创那个出的太空侵略者 开始发展出来的那个飞行射击 就是飞行就是卷轴飞行射击游戏 就这个游戏类型当年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就是比如说像像彩晶之类的这种 他们会出像战国AC1啊武装飞鸟啊1945啊等等 嗯就是这种类型的游戏以前是就是一时风光无两吧 然后但是呢现在大家还有这种这种类型的游戏出来吗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玩家不爱玩的 就是一个时代就是因为这个时代 它的很多很多的特征很多很多的参数 就导致这个时代的玩家喜欢某一种游戏类型 然后这个游戏类型就会发展起来 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它又它又没落了 然后我们跟以前的游戏比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很多这种已经没落 比如说很多以前的非常辉煌的像格斗游戏 像比如说世界之交流行过一种叫做RTT的游戏 就是那个real time tactic 像盟军赶死队赏金骑兵等等 就这些游戏呢他们也是玩家也不爱玩 也不爱玩的 当时可能有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销量的很多这种市场 但是现在就只有一些去致敬它 或者是就是去模仿它的一些独立游戏的一些人 可能还在去挖掘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细分的这样一个小的类型 但是就已经没有它之前的那个那种辉煌了 就甚至包括我觉得很多甚至包括银河城 我觉得也是可能有一个轮回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它真的很火 然后后来大家逐渐的梦暮梦了 开始做一些比较线性的一些游戏 就不去注重探索了 然后现在呢 好像又有一波这个轮回一样 又开始兴起了这种感觉 就可能就是我觉得是这种口味啊 类型啊 可能也跟就是之前的玩家一直在转变 或者说这个市场一直在转变这个它的它的类型 但实际上可能它不是不在一个点上 如果如果说如果我们回到1995年 然后他们的人可能会看以前的那个时间片 也会觉得以前的游戏多么的发达 现在怎么只有格斗游戏啊 怎么只有卷轴飞行设计游戏 然后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一种 怎么说一种迷思或者怎样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一个点吧 有点像10座发生 对就是有一些轮回或者是复古的 这个时尚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就是路纳莫斯说的挺对的 就是这游戏类型确实是可能和和时代的整体的氛围 包括和当时玩家的取向都有关系 但我觉得就是再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题呢 就这个很多时候一个类型它能够重新流行 它还是和记忆和遗忘的这个关系 这这当然是有关系的 就是有些老游戏如果永远没有人提它 它它被忘了 那可能就是它和它代表的这个类型 就新一代玩家就都都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这个游戏通过某种渠道 比方说通过播主 通过主播重新去播它 或者是怎么样 就就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在播老游戏的播主 都在这个方面 都在时代形成新的游戏记忆的方面 做出了所有的贡献 就是它可能把一些已经被忘掉的东西 重新要拉出来 这个就如果我们把时间拉的更长 就其实你看正常的历史进程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时代就是就这个遗忘 是一个特别正常的过程 它每一个类型的衰落 它未必是因为这个类型本身有什么问题 它不好 而是就是它是有很多复杂的历史原因的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就衰落了 但是如果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到它 那可能这个类型才会真正的死了 就是就我觉得只要有人愿意去讨论 这些复古的游戏 这些老游戏 然后有人愿意从遗忘之海里 把它们捞出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种子 就是不管是现在的开发者 或者是现在的玩家 如果他看到了这类游戏 如果他觉得有兴趣的话 那也许未来我们就还能看到 这个类型在崛起 因为玩家的口味也不是固定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玩家 更喜新厌旧的群体了 而且我可能还要多说一点 就是我觉得那个那么刚才说的 这个观点是我非常赞同 然后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可能还是要分一下区域 就是说我觉得国内有一个情况 是我觉得比较担忧的 就是它的很多单一类型化 可能未必真的是市场想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有点特殊 是在于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玩家可能对游戏 就是你想你打开App Store 假如说你是一个没有主机 然后平时也不太玩电脑 只能玩手游的玩家的话 其实你在App Store上的选择 是有限的 就是基本上是大家推荐 给你的那些游戏类型 然后就是你玩的游戏类型 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次 在北京会议上 我当时就还提到过这个问题 我说当时那个干嘛数据的人说 说之前中国一直以来 都有一个长期被某些游戏 霸榜的一个现象 说现在这个现象稍微有些好转 是吧 还是有些新的游戏出现在网上的前几名了 但是依然你会发现在中国的最流行的那10款 或者20款游戏里面 还是那11年或者10年的那些游戏 就这么多年 竟然没有什么新的游戏在前几名的榜上 这个其实是个问题 就是说它其实代表很多玩家的游戏类型 挺单一化的 然后好的新的作品 没有曝光 而且大厂不做新的东西 或者大厂做新的东西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广 不是为了游戏本身 而是为了想要达到其他的目的 比如说对吧 就是做一些中国文化相关的游戏 那它这些游戏 我们它做完之后就没声音了 也不推广 也不知道他们做它干嘛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就是说它做它有其他的原因 那这其实挺糟糕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大厂它占有非常重的市场话语权 它有一定的市场导向性 但是在大厂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项目 就是至少项目导向的人 其实对游戏的理解 是相当片面跟相当肤浅的 然后市场呢 可能大部分大家讨论的 也没有理解到那么深的层面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觉得 如果现在是一个市场为导向的 在影响游戏设计决策的话 可能还真的是一个挺理想的一个状态 但我觉得现在的国内市场可能不是 我觉得就可能还是我个人来说 稍微有比亚文可能要稍微乐观一点点 是因为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去回看这15年里面 我觉得最大的或者影响力最大的游戏创新 其实都是倒不是大厂做出来的 都是从非常非常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慢慢的生长出来的 然后后来又被大厂捕捉到了 所以比如说这15年来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游戏类型的一个出现 就是MOBA 就是07或者是就是零几年吧 然后在一开始当然是从星际 然后后来到魔兽的都是玩家做出来的地图 然后玩家做出来地图 玩家觉得好玩 然后慢慢的去生长出来 然后比如说这个吃鸡 就是这个PUBG这个模式 他也是由这个一开始由MOBA来生长出来的这么一个模式 然后包括自走棋 其实也是就是一开始都是 他这些东西都是新的新的模式 就毫无英文非常 以前也大家也没有见过的一些模式 但是他去他就从玩家群体里就这么生长出来 然后后来被大厂捕捉到了 然后当然大厂又开始蜂拥而至的去去做了那么一堆 这些东西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如果一个东西他真的好玩 或者真的他有他的可取之处的话 他生他能够出现 我觉得还是一种可能也不是历史的必然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概率也不是特别小吧 就如果即便是很多东西被大厂捞断了 可能还是有一些乐观的 一些乐观的东西可以看到 就这种感觉 就稍微补充一下 所以你俩说的 你说的是 其实你还是相信玩家的判断力的 亚伦他不相信的是这个大环境 但的确我觉得 他提到这点 我还觉得确实是 大厂可能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有影响力 可能他有的时候还是会左右不了市场 就是市场还是有其他因素在 会影响到大厂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他也不绝对 可能还是玩家很多时候还是毕竟追求的就是很简单的好玩 如果你能做出很好玩的东西 他就可能还是会流行 就即便以后被大厂捕捉到 然后变得更流行了 但可能也还是会有新东西出来吧 稍微的比较乐观一点 我说回到老游戏 其实我刚刚还有一句话题 听了我稍微有点聊偏了 就是那个其实鲁德莫斯 他在选择的 就是他现在目前做这几期游戏里面 有几个游戏我真的特别喜欢 一个是那个无声狂笑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就是最新的那个异度装甲 然后我觉得这些游戏就是属于在 我认为是在游戏的叙事和人文高度上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但但就就很可惜 就是很多很多玩家现在玩不到了 或者是很多玩家就就不知道这些游戏 然后然后我最近还是看到那个steam上 有在出那个疯人院的那个 好像是一个高清版本 然后我就觉得像这些游戏真的是 就是当年就是就是那些创作者 真的是很很厉害很有想法 然后如果这么有限的技术 他他他表达的也很好 其实你用现在的眼光去玩当年这些游戏 你也觉得这些游戏很厉害 然后我就很想就是从另一个层面吧 要聊一下这老游戏 就是你知道老游戏 它不光是大厂在市场上的探索 就是不光只是为了entertainment 其实还是有一些制作人 他是想在艺术高度或者是人文高度 或者是人生思考上 做一些东西和表达和作品 这些作品他不一定是大众的 他也可能注定不会是大众的 但他很有价值 我其实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想探讨这个事情 就是说首先你们觉得 像这方面的探索是不是停滞了 就是是不是近年来不如以前 还是说另外就是说 那个你觉得当年像游戏这些老游戏 就你们所看到的这些作品他在探索中 他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我觉得现 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现代游戏 就是特别是独立游戏 就是在在这些就是属于非就是原教子游戏上的那种方向 其实探索的是比以前更远的 对对比对比对比老游戏 而且就是说那个你随着这整个游戏的就是那种类型啊 各方面的这种发展 其实你能使用的这种手法的这种选择 其实是更多样的 就就比如你你你有就是什么印象 就是说一些老游戏就是那个探讨了就是比较深的就是内涵 你是说或者是说你说抑郁症魂曲就是他探讨了就是那个 像存在主义这样的就话题 然后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游戏就能达到那个高度的游戏不是很多 是这样的感觉吗 这是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我也不是说百分之百都玩过这些游戏吗 我其实挺想知道你们就你们的理解 就是目前就是对比 因为我知道那个像像罗伯茂斯他他已经分析了一些老游戏 其实都是很经典 就当年其实达到了一些很高的高度的一些作品 对甚至是哲学高度是吧 对对 对这个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不从影响力层面 我们从人文层面对吧 我们从这个游戏的表达深度层面 我们可以聊一下对比老游戏和今天的游戏 对对对实际上你这让我想起来 其实你你现在就是那个像像辐射这样的就是主流游戏 其实原来就是他本身就是探讨的就是那种话题 其实也是相当深刻的 就这方面我觉得我可能稍微说稍微说一些 就是我觉得他还是这种事情 我觉得还是跟时代有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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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呢 就是很多时候 比如说就比如说把那个无声狂笑的一些情节 搬到现在的游戏里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通过的 就现在就不太可能会有人通过你这个剧本去把它做出来 做成一个卖给大众的一个产品 就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可能是我觉得因为实在是互联网的发达 然后就是把所有人都接入到这一个体系中 然后你就他不像之前的很多游戏創作者 他可能是类似于在一个 他跟玩家可能是比较隔绝的一个环节在创作 在用自己的想法去创作 我自己想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我就做一个什么游戏 有什么样的游戏 他可能会就是之前有一些类型大卖 然后我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也很可能会大卖就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你 大家都在看你 然后你就稍微的说一点 可能不太正确或者不太对的一些话 或者一些一些想法的时候呢 你就可能会遭到非常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打击 然后包括你的你的上面包括你自己等等 所以说顾忌就会变得特别 对顾忌就会特别多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也是就潜意识的会影响这个创作者 他真的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去表达出来的 像这个之前杨文提到的丰人院 像这个无声狂笑 像这个包括甚至包括《抑郁证魂曲》 他这种表达方式或者这种想法 他都不太会可能是现在的这个形式不太会 就是对对对 如果作为一个大团队不太会通过的 对而且而且你看啊 这些游戏都是当年的就是商业游戏 对对对 现在独立游戏可能还能做 但商业游戏确实可能比较难去表达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观点真的是挺有意思 因为他正好结合了最近那个The Last of Us 是吧 就是提出了就是 我记得是制作人怼了那个LGBT的那个问题嘛 然后 然后 这个可能6V射击一点点剧透 当然也可以 对这个这个基本上是公开消息了 那因为这是一个牵扯到一个新闻事件了 就是属于 嗯 大家就就你你懂了 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 其实不是国内 在国外就是 很很要命 对吧 然后所以很多制作人 其实他是在做的过程中 其实挺束手束脚的 就很多的很多的话题不敢轻易去谈 我记得去年最扯淡的是那个 呃那个AI那个是叫是叫那个就是就是 Switch上的一款文字AVG游戏 呃打阅钢太郎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他那款游戏不是被突然的刷查评吗 然后说是因为里面有一句呃里面那个女性角色 对对对这个关于LGBT问题的一个评论 我都不记得我打完那游戏 我都不记得还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然后被他们挖出来 然后刷查评 我就真的服了 就这个就搞感觉跟搞文字语一样 对呀 的确现在这个这个舆论环境也是不太友好 对于创作者去创作一些比较极端 或者是比较比较挑战大家认知的事情 是不太友好 对对对 实际上那个就拿我们前两期聊的那个FM7嘛 我我昨天还看了就是FM7的就是内开发者访谈 他说原来有一些东西就是这回就是说那个因为就是审核的关系就是说他他就是都改掉了 因为就是不能上 包括就是说那个不是里面有一个boss是裸体的吗 然后现在就现在就不能上 就那个那个就那个外星生命嘛 就上非罗斯报的那个 他不是还给就是那个玩的时候 对对 陈兴汉 对陈兴汉 对 你不是玩的时候 他还给他批了一些东西吗 包括就是他整个就是那个设计都改掉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原来有一些 我看到反弹里面是说有一些小细节 那些小细节就是说可能比较黑暗 然后就说那个这回 就是说他们给索尼就是那个 审评就好几次没过 然后后面就改吧改吧 就改到最后组算门过 其实确实是 就是就我其实很同意路那么说的 就是这个是和时代的大的氛围和环境有关系的 就之前可能像奇葩游戏出的多的时候 也是自由主义比较盛行的时期 当然也是经济上行时期 现在是一个经济下行时期 由于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就是经济表现肯定就更不好 一般在这种历史时期 思潮都是偏向保守的 就是就是会会更往保守的民族主义的 这个方向偏 就是最严重的时候 当然肯定是纳粹那个 纳粹其实就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 就是这个他他并不是邪教 而是就是就是把国家和民族的意志 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然后就是个人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 不起任何作用 就是基本上如果如果是在经济下行 然后大家活得都不太好的年代 呃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会都会像保守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就是你要通过游戏来表达和创作 当然肯定是很难的 我今天还看到一篇非常奇葩的写的奇烂的文章 在里面就就说动森里面当时不是有有有有一些这个 那个港独分子在里面发一些消息 然后然后当时大家不就说动森这个游戏被禁了吗 然后现在就已经有一些华众取宠取宠的学者 以这个为主题来写文章 说说我们要小心游戏里面传递的政治信息 什么要把游戏组终占前线之类这种 就是就是就就你知道这时代已经很糟了 还有这种不要脸的没有良心的文人在这里作恶 真的是今天我今天我中暑了 我看到那个气的体温都低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认识都不好了 气出了一身汗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可以可以 原来治感冒还有这种招 挺好 对对对对对 你特别生气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 肾上健素的威力 反正就是就是在老游戏和和现在游戏的人文表达上吧 虽然我觉得可能一个标准答案应该是老游戏的表达更深 但是我最近也开始在想这个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偏见 最近我又在iPad上重新下了几个新的游戏 也是因为那个乌药王大佬的课长 他要他要去学生分享游戏嘛 然后学生也带着我们看了一些最近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新的游戏 然后我还下了一个那个小棉花 他做的那个和香港九龙九龙城 九龙城相关的一个解谜的游戏 我觉得现在其实仍然是有人在做的 就是而且他通过游戏的表达的这个深度也未必比那个时候差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并不是我们的创作者没有那个时候好 而是创作者可能一样好 而且现在能用的工具多所以可能更好了 他们可能可以是更丰富的表达的 但是问题是作为普通的玩家和听众 就是你可能接触不到这些最好的内容 因为如果你不去这些主流的渠道找游戏 你从哪才能知道有这些有意思的好游戏呢 就是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就是也也许他的好 就这些好的人他一直都在出产好的东西 而且他以后也会持续的出产好的东西 但是怎么才能让这些好的东西在信息之海里不被淹没 同时仍然能被大众看到 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过去更难的 就是就是过去比方说你有一百个游戏 这一百个游戏里面有二十个人文情怀比较比较做的特别好的 然后然后玩家当时其实大多数是通过杂志了解游戏 然后或者是通过他们觉得值得信赖的其他渠道 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单一化的渠道 然后就是在这种在这种情况下 你也许很容易这二十个游戏你都知道 你都能玩到 但是如果你把游戏的总量变成十 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 就是他已经不可能有单独的人去了解了 然后现在又又又已经没有可靠的纸媒 就是我不是说UCG不可靠 我是说和那个时候纸媒起的作用比起来 现在纸媒的作用还是还是还是挺弱化的 就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每一个网媒都会给你推荐一些游戏 然后就是这个信息就明显的过载了 你可能还是这么多的这个有人文情怀的游戏 但是你看都看不见他 他已经淹没在这个信息洪流里了 放说 他说这里衍生一个话题 就是说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那些上个时代的好游戏 他其实都是就是说在过去的就是时代 经过就是说这几十年的就是时间考验 他那时候可能迈的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说他们经历的就是时间的考验 被现代的人就是所记住 然后那个这衍生一个话题啊 你们按你们现在这说法是不是是说 在就是那个互联网时代就是很少有价值的游戏 能经得起就是接下来的就是所时间的考验 因为就是数量过多 我觉得我没有直接的答案 但是我可以给你举个类比的例子 你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后 那个就是十六十七世纪那个时候 当时有一个出版物的大爆发 就是因为谁都可以出版嘛 只要有刷机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出版社的名字 写的都是都是人名就是谁谁谁家住的伦敦几号几号 然后这数是他出版 就是就是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爆发的出版物 我们今天还了解其中的哪些 就是仍然还有一些特别好的我们 我们仍然是知道的 就是就是文艺复兴那个时候 挖出来的这些古籍 呃 也不能算挖出来的古籍 就是那个时候重新被印刷出版 让大众能够看到的这些古籍 我们现在很多还是在继续看 就是我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未必就不能留下这样的游戏 应该还是有的 只是你如果要等到后代再来发掘他 这个总归是有点偶然性 而且总是觉得有点悲伤对吧 他们明明应该就如果如果他是一个好东西 他应该在这个时代就被就被所有人知道 而不是等到下一个时代 等人家从历史的这个垃圾堆里把他跑出来说 哎你看这东西其实挺好的 当时怎么没人玩呢 就是太超前了 发行的时候无人问津 我觉得太好玩 因为你看我现在用的能源不都是死在恐龙的化石 这也太久远了吧 就等我们成化石的时候 外星人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他就指着这游戏 这游戏做的挺好的 当年的人类真奇怪 怎么会玩什么使命召唤王者荣耀 像这个谁谁谁 再不知道哪个咖喱里做的一个游戏才卖了十份 你看这游戏多好 对反映了整个时代 但是那种没能够 只有外星人能玩懂 我我进行团在学学的时候 我我好像也说过就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流行的这个 mobile类的这个游戏包括大逃杀类型的游戏 其实都是时代的这个社会氛围的一个一个缩影 就是一个资源匮乏性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 从一组人赢到只有一个人能赢 就是这种这种这种强竞争性 只有这种强竞争的游戏才能在现代社会流行 我觉得这就意味着可能它是最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感受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除了它是一个时空胶囊 你你现在回头去去玩那些老游戏的时候 其实你能感受到当时那些时代的精神氛围 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时候你你哪怕去看第一头史料 你也感受不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我我手我手标现在还放着那个 呃1718世纪的时候 当时英国有一个叫佩皮斯的人 他还挺重要的 然后他特别喜欢写日记 而且他写日记一点都不避讳 就是他的各种各种各样那个颜色的 该写的不该写的他都写在日记里 可是就是哪怕他这么生动的日记 你现在在看看的时候 你也只能就是模糊的看到那个时代的轮廓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去玩这个 比方说《陷阱传1》的时候 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做这个游戏的那个心灵 那个社会那个状态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就是就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游戏一个特别 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但除了这个时空胶囊的作用之外 我觉得游戏还有一个社会预警系的作用 就是就是很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他会在游戏里先出现 就是你比如像当时那个 像当时这个国服玩家去去魔兽的台服玩游戏的时候 这个出现的一系列 后来被学者称为虚拟移民的这个事件 就是就是你会发现有 你就包括像今年清明可能就是围绕着剑网三发生的一些 这个这个国服和台服玩家之间的斗争的事情 对吧 就是就是就很多时候游戏实际上 一方面你从流行的机制能够看出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真正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游戏这个空间里面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人是比较难在游戏里面 隐藏自己的本性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以什么样的风格玩 你不管平时装的多么问梁公姐让 如果你一答忘者荣耀就暴躁 那你其实就是这种人 就是就是 这个这个当然也和一起玩的对象有关 我我我只在和特定对象玩的时候特别暴躁 其他时候我都是一个梁公姐让的好同志 就是就是就是 因为人在游戏里很难掩藏自身 所以你就能看到有很多也许在现实当中 不那么明显的社会的文化的代际的性别的矛盾 在游戏里面就会特别凸显出来 它就会特别明显 你就包括打进工作室 就包括现在人把动森这么一个游戏 竟然玩成了这么一个消费主义的游戏 又是绑架人口 又是卖金币 就是就我我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社会里 所以应当被重视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就是声音放得很低的这些现象的展现 而且这些这些现象其实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现在的这个时代 就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实际上你要从游戏来看 那它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焦虑的强竞争的时代 它已经焦虑和强竞争到 它不能够让动森这样的游戏 以它本来应该被玩的方式去玩 就是这么一个没有结尾的节奏 本来应该慢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这种 应该是以年为单位来玩的这种游戏 现在被完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真是 这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后现代矿进 但我觉得动森这个事吧 就也不能以偏概全 就是说还是有不少玩家其实挺正常的 而且我也挺看到的有一些反这种 反对这种激进式玩法的这种评论 和声音还是有不少 我觉得整个氛围还是蛮好的 激进式玩的估计现在大多数有退坑了吧 有可能 对 就是它就是一时的 可是我就是说它这种现象会在游戏里出现 我不是说它是主流 我是说它这种现象在游戏里出现 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氛围是有关系的 对 游戏在社会化 刚才那个孟非老师提到的一个点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可能稍微往回拉点 就是关于那个如何把一些埋藏在 埋藏得非常深的一些思想性比较高的一些游戏 把它能够给大众展现出来或者推广出来 这件事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它可能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 因为我从一个纯粹的玩家心态来说你只要把游戏做得足够好玩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就我觉得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那个Disco Elysium 就是极乐迪斯科 对吧 那个游戏它真的表现了非常非常非常深入的一些选择 一些思想 一些想法 包括一些历史 但是呢 它同时真的是做得非常好玩 就它这个扮演的这个 这个事情 把扮演的这个事情可以说发挥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点上 所以说而且我觉得可能跟刚才 杨文提到的一个关于关于空间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能联系上就是关于国家或者地域 就是我们现在往往谈到比如说时代的时候 其实说的是中国和美国的时代 就是我们没有没有在聊其他的地方的时代 但是像Disco Elysium它是爱沙尼亚的时代 对吧 它是这样一个比较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思维冲突的这么一个地方 再比如说之前呢 像那个沃尔哈拉 像那个塞沃奔格酒保行动 是维内瑞拉的开发者 对吧 他们做出来的 再比如说就是哪怕现在可以说 嗯 最粗犷 最最这个有锐意的这么一些一个商业公司 就是它它其实在波兰就是那个CDPR 对吧 它做的 它可能会做的这个 那个塞沃奔格尼奇希希 包括它之前做过的53 其实里面有很多可能是不是特别正确或者很尖锐的内容 在里面的 但是它因为它是处在这样 它的波兰的时代 它的爱沙尼亚的时代 它的 威内瑞拉的时代 可能就跟我们的 这个所谓 我们想象中的很多时候是美国和中国的时代 可能又有一些 太一样的 嗯 对 有一些差别 所以说 有些地方可能还是 也可以 可能我总是说一些比较乐观 就是 呃 以玩家心态来说 你真的如果做的足够好玩的话 像Diskalism也是可以站出来拿TJ的最佳RPG 这样一些奖项的 也是会被大家所认识的 对 这个观点 我跟乐纳莫斯是一样的 对 我也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说难也难 你把一个游戏做的好玩这件事情也是 对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因为 因为其实它也解释了 为什么这几年 其实很多很出色作品都不是主流过 就是这种 不是美国或中国或者是日本出来的 其实反而是这些 好像我们之前都很少听过的国家 然后突然出现 冲突比较多的一些 或者是说有些制作组 它背后的制作人很多不是美国人 或者不是 比如说主流这几个西方国家的出生的人 在做的 因为比玩家更喜事厌旧的了呀 没有比玩家更喜事厌旧的 就是你作为玩家 你永远都渴望新的体验 那你说 你说现在讲美国的游戏不够多吗 真的是已经玩了这么长时间 差不多也挺烦的 特别是 就是当你全球化了以后 所有国家的形态都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以美国为背景的这些游戏 一点都不新鲜了 就是它不新鲜 玩家对它的好感就会稍微低一点 这个时候你说 我是一个波兰制作组 我给你看一看 巫师的故事 这个时候你说你说我带你来看一看一看 维内瑞拉或者艾莎尼亚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 而且特别好的趋势 就是这也是游戏本身自己在成熟的一个表现 就它不是只能表现主流的文化 它同时也能表现很多小众的 可能我们没能注意到的文化 而作为玩家来说 就是我玩一个游戏 我就能了解到维内瑞拉的文化 为什么不呢 这可能比我直接去看小说还容易一点的 就是就真的是有 我先异国情调的小说 它的阅读障碍是确实存在的 就是你不能一下进到那语境里去 你不一定能够很好的理解它 但是游戏就不一样 因为你有动作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动 然后你是在体验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种你不能理解的东西 对你来说都不是阅读的负担 而可能是体验的一个bonus 就是作为玩家来说 这个新鲜的体验总是有意思的 就是你可能会 你可能会愿意为了这种新鲜的体验 而去学习一些监测的东西 但当你看小说的时候 这可能就是一个drag 你就会觉得 这些人民是怎么回事 突出的 你们如果有人尝试去看过 什么战众与和平 或者是那种俄国的小说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哪 我第一章都看完了 我都没听懂谁是谁 是因为到底有多少个人物 名字怎么都那么长 百年孤独 年孤独很好看我跟你说 但是如果你要看俄国的那些小说 战众与和平之类的这种 你一开始看就会很痛苦 但是你想 如果它是一个游戏呢 就如果你能看到里面的这些人 你能跟他们对话 然后你能和他们互动 那也许这就不是一个认知上的负担 对吧 这也许就是你逐渐去了解 这个文化的一个过程 就这里面这些陌生的 有认知负担的东西 在游戏里面 它就会变成吸引玩家的一个点 所以就是 就我常常觉得 我们国产过去的那些RPG游戏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不够中国化 你别看它 你别看它全部都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然后一会儿又是 又是这个 对 一会儿 那一周 它其实并没有传达出 中国文化最核心的 就是和其他文化 不一样的那个部分 就如果你 你连《薛言剑新系列》里面的人物 都做得像日本动漫 你的人物一样了 那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去玩 日本的游戏呢 对吧 就是 就我觉得这个 其实对于玩家 喜心认旧的这个 这个强调真的不能很多了 因为 如果 如果开发者真的有考虑过 玩家喜心厌旧的这个口味的话 他们本应是 就是更努力的去发掘这些 他们 他们熟悉 他们擅长的 但大家没有注意到 这些可能会让人有点新鲜的 这种亚文化的因素 以及 就是开发各种各样新的玩法 但是现在明显不是这样 当然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 社会的经济的监管的文化 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原因 那我觉得 其实对于玩家的理解 也有这个原因 就如果开发者老觉得玩家特别傻 就是 就是喂食也吃 那肯定 不会有动力 去开发新机制的 就对于一群特别傻的人 为什么要动脑子呢 就好像我背课的时候 如果我觉得学生 反正也听不懂我的说什么 那我就随便讲讲就完了 但是 如果学生能给我积极的反馈 就好像 如果玩家玩了这个游戏以后 他能够给我积极的反馈 我可能就会有信心在下面加更多有意思的 很深的可能要费一点力去理解 但是 但是可能会增加这个游戏深度的这种内容 我说完了 需要几个学生才能这种质变 产生量变 量变 一两个就可以 其实一两个就可以 只要有一两个学生在反馈里 让你觉得他 他真的懂了 就他真的认真听了 而且他真的有收获了 你可能就 就就会有动力 继续做下去 当然 当然做游戏和上课是不一样的 我只是 随便做个类比 做游戏太忙了 好难 其实我刚刚提到 我刚刚其实本来也有点想提到 这个极乐disco 因为 实际上我想提的原因是 我们刚刚聊到 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游戏 就是说 过了十年或二十年 是更长时间以后 会不会被人记得这点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被记得 是因为我们依然有像 GDC的那个Game Award 这样的 这样的 颁奖 然后是属于是 大家全世界都有一定认可程度 然后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电影一样 就还是会 谈 几十年代之前的那些 奥斯卡知名电影 对吧 你会发现很多有名的电影 都是那时候的奥斯卡得奖电影 当然也有一些是不是 但是 但是依然你会发现 奥斯卡这个奖 它的确保留了很多 老电影的保鲜度 然后让它不断的被重新提起来 然后重新被别人去观赏和研究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 有可能 我们国家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奖励机制 就是说 因为美国 其实每一个奖 它自己都有自己的视角 就是像美国的那个GDC 它的视角其实是 它虽然已经分成了独立游戏 跟开发者游戏 但你很明显 它的游戏里面 东方的游戏是非常少的 像日式的游戏就非常少 因为那些游戏压根也没在美国上市 所以它经常会错过去得奖的一个阶段 当然另外一个也是有文化冲突 就是说有些 他没有能够去挺那些游戏的人 因为评审不一样 就是他们那边的评审 肯定都是以欧洲或者美国那边的 英语文化的国家的人群为主 对 你像奥斯卡的电影跟动画也是这样 其实有一些都 对 我相信就是说 我不知道日本有没有这样的讲 但是日本应该是凡米空之类的 应该他们也会平 但是肯定会跟欧美非常不一样 那我觉得咱们国家 其实已经大到了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然后其实有些作品也很多 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讲 当然我觉得目前来讲 虽然我们的作品很多 但是真正有质量的作品还是有限 不是说没有 还是有 但是太少了 然后然后会让你纠结到 比如说让你真的让你去选出10款来 你会担心 我选不到10款怎么办 然后 但但但依然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 可能这 这是一个保鲜的方式吧 就是说 某个时代 他认可的东西 以这种形式把它保留下来 当然了 就是说这种讲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谁来评选这样的讲 如果你都让媒体去评审 或者都让大厂上去评审 他就有太强烈的导向性 其实他是不够公平客观的 我这也是我其实喜欢那个GDC的那个讲 我觉得GDC目前为止 他还是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 而更以业内为导向 更从游戏本身来来看角度来看东西 但依然他的导向就是更偏欧美 那我觉得中国如果有一个 我们真的是有一群很懂游戏文化的人 他在以游戏媒介为出发点 而不是在单纯以市场为导向 或者相对来说中立客观的一个角度 去以中国人的品位去聊 去办这个讲的话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 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学院讲 是不是 是 就好像我知道 在电影产业 其实他也有很多种想象的不是吗 商业电影可能会有商业电影的讲 但他也会有一些 就是更强调非商业的因素的讲 因为原本我想 就是如果从政府的角度能推的话 当然这种是好的 但是我在过去的这一年 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开始越来越倾强于 不跟他们打交道 就是 就是 也许学院讲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学院讲至少还可以和这个 国际上 比较前沿的游戏研究挂钩 然后至少还可以找一些真的玩游戏的 这个 专家来思考和游戏相关的问题 但当然 是不是政府里面没有那种 因为国内是人质的嘛 就是是不是政府里面的高层 还没有一个特别爱好游戏的人出现 就是就我现在接触的来说 其实在人民日报的群体里面 就是人民日报的一些高层里面 是有懂游戏的人的 所以你们能看到这几年人民日报 是不是还会出一些对游戏 比较有利的那个报道 就是因为确实是有玩家 打入了内部 可是这种人真的不多 就是大 大多数就是政府管理游戏部门的人 他们可能都是出版行业出身的 他不一定懂游戏 他恐怕真的不懂游戏 就是就是调解 就是现在调解完这个权益以后 就这块就归他们管了 所以他们就来管 但是你说他真的懂 叫做权力的游戏 不过我说真的 我特别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如果说政府那边 他他就是不一定会有点政府啊 就是说如果中国国内有一个 很权威的一个讲出来 然后他可能会考虑到 就是这里面有个评判 评判标准 就是我觉得国内很容易会出现 就是说被被 以商业价值来当做 他的一个评判标准 去去衡量这个游戏的好坏 因为这里面就有一个 就肯定会有这样的声音嘛 就是会说你看这游戏 越会 每天那个日活什么 都超过多少千万对吧 或者是说他 他一天的进账都20亿 你怎么能说 他是一个不好的游戏呢 你知道吧 就当你听到这样的 这样的质疑的时候 你就是 就是他把 他把商业标准当做一个 一个很主要 一个衡量标准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 我觉得会受很大的影响 而且就是 其实我忘了刚才前面 是谁说的 就是是什么样的人 在做这个评委 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最近参加的 那个评讲 我一看对方全是商务 就是你就有一种 呵呵 并不想跟你说话 是什么让你觉得 你可以跟我在一个舞台上 说话 我不是看不起商务 但是我不认为商务 是一个游戏公司里面 最懂游戏的人 就是他们为什么 可以来当评委 这个其实是 是我当时特别不理解的一点 我觉得你要评价 一个游戏的社会价值 你应该不管怎么说 你找你找真正懂 这个游戏的人来吧 为什么要找商务来呢 商务只能回答你经济价值 你跟他讲社会价值 不是鸡同鸭讲吗 关键是商务 还都很坚持自己的意见 明明不是他们家公司的 这个游戏 他还要在这里拍桌子 讲一些非常肤浅的话 就是就让人觉得 这个真的是 就是就让人觉得 是什么给了你误解 让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你是可以发言的 就凭你是个商务吗 我觉得你要对游戏发言 你至少应该去做一些功课 你不能因为说 我身份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的话就应该被评 你还是要看这个 你对这个对象的了解有多少 你就包括我 我刚才前面说的 那个黑心门人 写什么游戏 应该是统战前线 什么要警惕游戏里面的 网络战争之类的这种 我之所以对这个研究 我之所以对他的文章 特别不满 就是因为他没有研究 就是他 他这个主题 他根本没有对于游戏的 细致的分析 他就是把他对于 统战和网络战的了解 塞在了这个文章里面 然后游戏只是他的一个 替身木偶而已 我觉得如果要是 要是游戏行业全智能 在写东西 那真是太可怕了 就是 嗯 嗯 气氛的 气氛的喝一口水 就是我的空障又缓解了一些 嗯 我觉得这个游戏 在国内评奖这个事 可能确实稍微是有那么一点 无解这种感觉 就是 比如说我们如果采用会员制 就是 做这么一个评委 然后这个会员 去选择什么样的人 然后去选 一般来说就是 如果做这种事情 应该去选择游戏行业的 从业者会比较合适 对吧 他们应该还是会有 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对这些东西 但是咱们在咱们 国内的话 游戏行业的从业者 可能 并不一定真的懂 大家所定义的这个游戏 所以对吧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 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 一个点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去选 那些呃 主播 就专门播这些游戏的主播 或者去选那些 专门做这些游戏的编辑 那么它的代表性 或者它的权威性又在哪呢 就很多人可能又会质疑 你又没有去选 我们国家的 真正的这些开发游戏的人 你去选了一些 做一些非常小众的事情的 事情的这些人的话 那这个这个评委 它也会有很多人去质疑 为什么你要 你要做这样一种选择 对吧 就是 所以其实还是细分内叠的讲 可能更容易 就是 就是 就是那种 更总阔性的 讲可能就是很难的 因为你 你没法解决代表性的问题 总有人觉得 他们没能代表 没能被代表 或者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你像国外似的 你在各个 层级都选代表 然后最后大家来投 游戏游戏人民代表大会 但是 我我本身 不是特别信任 群众力量的一个人 所以我还是倾向于 就是就是更细分的讲 比方说产业有产业 自己的讲 可能可能那个 学界有学界的讲 然后也许政府有政府的讲 我觉得多样化一点 没有坏处 就是就是 就反而反而 我我我真的是这几年 非常担心垄断 就是 因为任何一个体系 一旦出现垄断的话 它就不再是一个 健康的生态体系 它里面的中小开发者 就不能成长了 就是玩家也会在 这个体系里面受害 就他们就会像现在一样 不断的只能看到 类型单一的东西 就是你 你不再有 有选择权 你不再可以选择 你是吃凉菜 还是热菜 就是人家上什么 你都只能吃什么 因为你也没别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真正 真正阻碍行业发展的 除了 除了有一些 非常武断的监管之外 这个垄断也是 也是也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因素 然后当然最令人 最令人悲观的因素 可能就是 就是武断的监管 加上垄断 就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们也不好说 但是反正 反正我们搞 游戏打案馆的动力之一 就是万一这个条件不行 我们至少还能为 未来的时代保留火种 每期节目说一遍 对 因为这个火种 其实就像咱们今天 一直在说老游戏 包括做老游戏的 这些视频的价值 其实这些都是火种 就是这个游戏 可能被人忘了 但是你的视频在 然后有朝一日 有人看到你这个视频 他就能想起这个游戏来 这个游戏就会从 《遗忘之海》里 给捞出来 就是 这个其实 不只是游戏 所有文化方面的 这些产品 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好的时代 努力的制作更多的产品 更多的创作 在稍微有点艰难的时代 努力的保留火种 让那些最好的游戏 不至于被人忘了 就哪怕他可能 没有那么多玩家 他没有创造那么大的经济价值 甚至凭奖的时候 都不能把奖给他 说到这个我就生气 但是 但是 至少 至少他会被记住 就是 就是重要的是 把他记录下来 就是 这样未来 他就还有 再被人看到的可能 就我觉得 其实 我们现在 早就是一个 注意力经济了 就是最难的是被看到 所以当他一时 没被看到的时候 如果他被记住了 他就有被 再次看到的可能 但如果他连记都 没记下来 就是如果没有像 Ludamus 这样的 这样的播主 来负责人的做 这些 老游戏的评测 这些老游戏的介绍的话 那 就是这个才是 才是最糟糕的 就是 有些最好的东西 可能就从一个文化里面 无可挡回的流失了 突然感觉使命感 特别的 特别的强烈 压力好大 压力好大 被孟菲老师说 平均努力地继续做下去 刚刚那个Mirror上 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和留言 我要不念一下吧 还有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可能是刚刚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之前聊的话题 但是我反正念一下 然后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伟大的可以直接直接打 然后现在的技术力是否已经出现了剩余 除了画面或者渲染人物场景等以外 还会有因技术力限制而无法实现的游戏想法吗 感觉现在的技术力已经空于出来的 而机制和玩法并没有将其填满 现在的技术力啊 现在技术力你觉得可以实现所有的 你能想象中的想法吗 可能还是没有达到吧 这个这个说有点太理想 对 对 这个还有 嗯 郑叔 你双双 你双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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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他那么特异 就 我就随便先说 快点说说吧 就是 我觉得 现在的技术力还没有出现剩余 还是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就除了大家能想象到的 那个 VR 像AR这些 这些就是硬件方面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点的那个东西 就除了类似于就是脑机接口之类的这个太玄化 我们就不说 就哪怕是在游戏本身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发展 就从游戏上来说 当然 我们都知道现在没有办法 还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就是实时的全局的光线追踪 或者说全局的呃 机物理的就是实时的机物理的游戏还是现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要走 当然现在很多呃已经做出来的呃这些比如说经过烘焙啊 经过预渲染各种东西展现出来的呃已经是比较不错的视觉体验了 但是还是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 什么时候我们能达到真正达到离线渲染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可能才可能才能说就是离现实世界呃更近了一步吧 当然他有一个上限就是现实世界 他不可能真的比现实世界看起来更像真的 当然他可以做出很多更幻想的或者更更奇葩的地狱啊 天堂这种这种我们现实世界见不到的东西 但从真实性就是从这个我们去呃分析真实性的角度来说 还是还是有那么很大的呃差距的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从呃体量和规模上来说 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进步的 就比如说呃当然现在google可能这个cloud的这个这个这个游戏 这个这个情况现在推得好像是有点吃力啊 呃但是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我觉得还是是一个方向的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超级计算机去存储和计算呃 我们想要在了这样一个游戏空间内的 我就随便就提一个呃就非常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能可以可以有一个比如说有1000TB的这么大小的一个游戏 就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云端的游戏他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游戏 他就可以把呃比如说把所有的游戏游戏世界做一个统一的接口 我们把它全部接起来 然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各个的游戏世界中去呃体验等等这些 当然都是以后可能呃无法预知的可能的商业模式才有可能出现的一些东西 但是呃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未来的创想空间的吧 就这种感觉 嗯 而且很快PS5就要出来 到时候估计就会能看到不少经验的东西和提升 嗯 对 啊 永春你你刚刚想说啥 我刚才其实也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吧 就是我可能那个既然那个Ternamos他谈了一方面 那我就从就是那个开发者方面谈一下 就是说那个我觉得技术力就是绝对就是那个并没有就是剩余的 实际上就是说那个你现在就是制作游戏 那个虽然有各种有游戏引擎之类的工具 大家就制作游戏是比过去更努力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制作游戏的就是一些 包括就是那个内容的这种制作啊 还有成本控制 实际上你都会面临就挺大的就是那个 包括就是那个生产力呀之类的就是问题吧 实际上你你现在就是呃不是大公司的就是这种一般开发者 一般开发者他要制作游戏的话 他就要不停的就是跟那种成本跟预算就是那个打交道 嗯 就像那个Jucky上次讲就是那个 Johnny跟Sky的就是美术的时候 其实有一半都在讲就是怎么去控制这个有限的预算 实际上就是说你有很多想法都会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力 还有各方面的就是原因的这种限制 导致你你得你得闹一下才能就是那个解决 嗯 然后还有就是除掉就是游戏渲染刚才说的这些 还有就是那个游戏能工智能方面呢 其实也有也有就是特别大的空间 其实现在普遍就是游戏里面就是能工智能都是那个比较简单的 你那个呃 前两天不是亚王还在还在就是那个微信里发了一个就是说那个他们不是AAA的那个全世界顶级能工智能大会在动声里面开吗 他为什么在动声里面开因为就是说动声这样一个就是社交跟生活模拟游戏里面他就说里面其实涉及一些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这种实验的这种空间的 实际上动声里面你看这些小小动物的就是这种实现他其实就是那个整体上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就是优化空间的 比如就是像那个嗯嗯动物的这种语言涉及人工智能的就是说那个自然语言就是处理的领域 还有就是小动物的就是那个情绪的就是模拟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就是那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嗯技术里肯定就是是不会就是那个嗯至少现在是不会剩余的 因为你你你你实际上开佛者在在创作的时候会面临大量的就是因为就是技术限制而无法就是实现的这种想法就算是在这个时代 嗯 我我我再念一下其他的好了那个为什么有些游戏做出来 但在玩家群体就完全偏了分类也就也许做的是moba或者是做的是角色扮演 但是因为玩家社群影响导致了大家将游戏化为不同的方向 举个例子不止一两个人认为王者荣耀或者是光玉是社交休闲类游戏 这是玩家是呃玩家是社交类玩家的原因而赋予的游戏属性呢还是厂商所带来的 他就其实是讲一个游戏分类篇的一个问题是吧 对就分类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就我我个人觉得其实这跟电影也有点像就是说 你你比如说像有些电影你说他是有泰坦尼克号你觉得他是爱情片还是灾难片 对吧就是说我觉得我觉得游戏在创作的时候他 比如说我觉得王主耀他还是以MOBA的形式去创作的 我觉得MOBA是一种形式上的分类吧 然后那个社交是是更更偏他他在其他属性上是否占有这种属性来的分类 可能对于玩家来讲就是玩家他是为了好理解自己该怎么去使用这款游戏 所以会会天然的去给他增加一些社交 说他是社交游戏或者什么 但是呃厂商去去给这样的分类标签主要应该是为了吸引市场吧 就是为了让让玩家能够快速理解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游戏 然后好去玩它 不我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其实就是他说的这个大问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就是就是是谁有权利来定义这个游戏的类型 是厂商和行业还是说玩家自身 当然这个其实是是一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对吧 从整个产业来说他可以方便管理或者他为了方便这个产业的这个这个流通和理解 他还是需要由制作者来提供一个类型 而且这个类型一般还是约定俗成的这种类型 这样这个这个商业链条当中的每一个链条都差不多知道你在看吧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现在有的这些关于游戏的分类确实是也都挺挺之后的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的玩家他其实能从游戏里面玩出不同的东西 所以他当然也有权去说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是什么类型的 就我反而担心的是玩家没有这个多样性 就我觉得玩家如果愿意自己去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游戏都挺好的 甚至哪怕他们之间观点是冲突的也很好 但是我怕的就是所有人都中口一词的说 就是就你真给了这些玩家发言的机会 他们中口一词的都都说这个游戏是同一个类型的 那就是厂商规定的类型 那我觉得说明那么就是这个游戏没有给玩家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他们多样化的玩法 要么就是玩家已经不知道怎么自由的玩游戏了 就是我最近我想我想在这点上再多说两句 因为我最近我前面不是说我那个上完了大佬的课以后 感觉自己认多二脉被打通了 然后最近对于游戏的认识有一个跨越性的发展 就是我不再认为游戏 我不再认为游戏是一种单独的媒介了 就在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媒介 但是在上完大佬的课被反复灵魂考完以后 我现在觉得游戏其实已经是一个空间了 它就是是它并不是说它不是媒介 而是它应该是一种圆媒介 就是它是一种可以同时容纳多种玩法的这种空间 而且就是这个这个空间其实是一个时空连具体 是一个就是你们可以想象 想想这个用什么比喻来说比较好呢 请大家想一下那种历史地图 就是就是历史地图里面的脏欲变迁图 同样都是中国这个地方 它在不同的时代它展现这个面貌不一样 就是就是其实游戏也是这种类似的 就是加上了时间流动的这种空间 就每一个玩家在里面选择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后画出来的这个图一定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图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认识里面 就像王八筒一样 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不是王八筒一样 我脑残了 在这个背景下魔兽世界可能它就不应该看成是一款游戏 它应该看成是一个像迪士尼乐园一样的空间 就是它里面有多种玩法 你喜欢宠物对战 它超了宠物对战 你喜欢团战 它有副本 对吧 然后你喜欢探索 它也可以允许你一直玩单机 就是其实像这样的大型游戏里面 它是一个空间 这个它不是一种单独的玩法 所以就是洞森的这个状况 放在这里也很好理解 那我们觉得洞森是一类游戏 是因为我们更尊重它本身的那个机制 那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空间来看 那当然那些愿意很快的打通关的 愿意去买币 愿意去囚禁村民的玩家 也有这么玩的自由 就是因为它和第二人生已经很类似了 它们就是一个虚拟的社交空间 那这个虚拟的社交空间里面 当然就会有不同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就是有多样化的状况反而是好的 就是最可怕的就是只有一种状况 是吧 哦对 我还要再普通 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游戏最好 像咱们之前聊Dreams Universe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更新换代升级 我对游戏的认识 所以我也觉得它很难定义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可以非常坦然的说 Dreams Universe才应该是这种新的 就是它反而是这种 这种时空连续体的游戏 一个特别好的展现 因为它就是一个空间 就是在它这个空间里面 它有游戏的设计和规则的指引 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创意的空间 就是就是但是游戏 如果你认为游戏本来也是空间的话 就是像Dreams Universe这样 它里面既给了玩家空间 又给了评论者空间 又给了那个创作者空间 这样的游戏它创造出来的世界 其实和魔兽世界这样的大型游戏 创造出来的世界也许是差不多的 它们都是游乐场 而另外一些游戏也许它提供的玩法 就会相对来说更单纯一点 比如说吃鸡和王者荣耀 但是哪怕是吃鸡和王者荣耀 它有换妆的成分 那个换皮肤的成分 就是就是它也不是只有那种强劲剂的玩法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更新了对游戏的认识以后 是特别的特别的得意 就十分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从这种新的角度去看游戏 你把游戏看成游乐场的话 也许能够对于现在的很多现象 有一个更好的解释 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写论文再说这个呀 我还是先消化一下 我还在消化 对我觉得孟非以后就是那个可以多再谈谈你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消化一下 我刚才就是听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启发 但是我得内化一下 对对 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就是那个 你说这个空间 我想到一个认知心理学的概念 但我那概念接触就是不是很深 他其实也是讲的这样一个就是 大家的就是一个 一个认知或者想象空间的概念 但那概念我就是设计不深 只是让我想到了就那个东西 空间需要三个点 来确定 平面需要两个点来确定 空间需要四个点 我讲错了 因为你需要一个第一种 这给你思路太抽象了 没有 我说过留学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就是一旦你接触过两种不同的文化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之间做比较和对比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的文化已经不是一个核心文化 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中国土生土长长大的 我只有一种 我只有一个思维体系 但一旦你接触到另外一种思维体系 你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你可以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脚踏两只船吧 就是有的时候我在这个 这个文化体系下想不通 我可以到另外一个文化体系去脚 比如说你的手机系会扩展很大 其实游戏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只玩王者荣耀的话 那你所有的游戏都会以王者荣耀的 教育来维度 有道理 所以我们这些资深玩家 尤其是从以前玩到现在 我们玩过各种各样的游戏 也就是说我们的维度不是 不是一个点一个线 甚至不是一个面 我们是一个空间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随着游戏的发展长大的一代 所以我们具有这个优势 而我们的作用跟价值 和我们的责任 就是把这种空间不断的传承下去 让那些后来出现的人们 在我们架设好的这个空间里面 继续遨游跟探索 这就是学习的真正目的 对吧 我们也不是在三栋里面研究出 怎么在墙壁上画画的那一代人 一代一代的这种传承 我们才创造了下一代的文明 所以对于孟非刚才说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虽然我大概我也不记得他到底说了什么 但是我就是很有道理 谢谢你 没事我听到有道理就满足了 对你们的解读就非常的就是后现代 虽然一提那个Jeky 你现在应该也是在墙上画画吧 对 有道理 对 真是画墙画 我想再解读一下刚才 就是总结一下刚才 学习所的那个 还有他就是 对对 就是大家说的吧 反正就是说 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地度去渲染一个游戏 就是说我们的硬件能力还不够强 但是我觉得 恰恰是因为这个硬件能力还不够强 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完美的 因为我们在做风险语言光语里面 我们遇到了种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我们是一个大团队 没有遇到这些问题的话 也许我们就做不出风险语言光语了 就是说 有很多的符号 我们之所以会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跟创造力 就是因为这种局限性 就是因为我们是三维人类生物 我们无法跳跃到下一个维度去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 第四密度的宇宙空间 已经有很多人觉醒了 因为我们是在 就是觉醒的水瓶座时代 但是呢 我认为大部分的人 还是停留在三维空间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的东西就是限制的 但是也正是因为 我们限制在了三维空间里面 这就让我们创造出非常美好的 三维空间的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们盲目的去追求下一个维度 就是就像我最喜欢那部电影《卧虎长龙》 那个谁说的 有句话 当你把手抓紧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抓到 但你把手放开的时候 你会拥有整个世界 是李木百说的 对对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 虽然说 我今天下午 搞了一下午 用这些什么都没搞出来 基本上就在一种 就是极度 摧残性的这种毁灭状态 就是这个 发的太多了 然后今天晚上我就越发的欺喜 就是因为我发现 其实还是在强声画画 感觉最爽 回到了就是原始人在想要画画的那种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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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的快乐 对 但是我只停留在这个维路 一直就不去研究下一个维路 哇 那画画就没有那么爽 就是没有对比 就 对吧 当你 当你跳出来去看 那问题是你会发现角度不一样 它会带来新的灵感 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画画会会画的如此的 似无异弹 随便乱画 对吧 如此的上阵 就是因为我无法在 在这个游戏Unity里面实现我的这种脑洞 就是因为我在Unity这种郁闷的压迫 导致我到晚 去逛那种 好吧 难怪今天你要画这样的一个画 我懂了 对 你这个体验我跟你一模一样 就是这种感觉 我必须要得到释放 你知道吗 对 我其实觉得你这个就相当于一般人说带着镣铐起舞 就是一般人会觉得镣铐是束缚 但是实际上镣铐是促进生产力的 这个镣铐是让你的舞变成铁窗舞的 这个独特类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给你们举一个更容易懂的例子 你们都记得我是历史系出身的对吧 我在历史系研究游戏 就是一个带着镣铐起舞的过程 早年就很痛苦 因为根本就就就这两个方向不相容 但是后来你就开始发现 因为你带着镣铐 你永远都要反思 就是就不像你如果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 你就自由的表达了 但是因为你你有这个镣铐 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去想 就是我在说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我对他的解读到底有没有毛病 就是就是因为你你预感你是在一个高压的 这个可能有敌意的环境底下 所以你就会特别努力的这个带着镣铐 把你镣铐下面的这些皮肤处理好 这个这个让让自己能够能够有效的应对压力 然后就你在高压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这个压力没有把你压垮 等你最后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成长为一朵巨大的奇葩 就是什么也压不垮你 然后你那个根扎的特别深 就其实其实树还有花什么 在成长过程中也都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它它是在一个特别顺风顺水的条件 可能就是一场大风来 它就没了 就是它的根可能就扎的不是那么深 但是你越是这种不理想的条件 就你们还记得什么 什么华山上面的银客松之类的 那那些松鼠都长在什么鸟地方 但是它们就能在悬崖上面扎的特别老 就是因为条件不理想 然后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是觉得就做游戏 其实在某种 某种程度上 它和它也是一个游戏的逻辑 就是就是你会有规则 你会有限制条件 然后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限制条件的话 你可能都不是特别容易整理出规则来 但是当你有很多限制条件的时候 你就容易在里面 就是左秃右秃 长成一条能活的路 然后如果你真的能活下来的话 你就是特别扎实的活下来 对 限制加诞生艺术 对 就是说我们刚才给的都是思想鸡汤 什么样的思想鸡汤最好喝 就是要在高压情况下 高压锅里面弄出来的机能 所以在限制条件下 确实还是会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东西的 就比如说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 比如说Konami的当年的举行波俱乐部 我觉得就是一个在限制条件之下 产生出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 一个一个一个例子 就是他只能用八位机来做音乐 那么他就他就把八位机做音乐这件事 就在这个框架之内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并且诞生了一些新东西 就是这种八位机风格的音乐 就把它做的就特别特别的美妙 我感觉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实比如说玩家很多时候 也是会干这种限制自己的事情 所以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游戏体验等等 就比如说FF5的低通 比如说FF10的不走盘通关 比如说什么就等等吧 就各种非常就一命通关 各种各种限制等等 也都会产生一些非常崭新的一些体验 这种感觉 鬼畜玩法 鬼畜玩法 那个我打个岔 那个孟非回头给Jacky介绍点新的科幻小说 谢谢 我一定受够了 他没事拿3T来举例 你和帝国 我不管你 你这事交给你了 你私下推荐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吧 就是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拿日本的那个科幻星云讲的 就是那个小说叫那个中文叫爱比斯之梦 然后就是那个 他就是那个日本原版叫那个AI的物语 就是说这本书就是它很 你可以跟西方的就是那种科幻的作品就会比着看 他有一种就是东方的就是那种情调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那个情调 他这本书院就是那个几个人类历史上的 就是说他编出来的几个故事 就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很像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云图 他很像就是云图 云图里面 我靠就是那个六个故事 创出就是关于就是一个人类就是这种精神史诗的就宏大篇章 对 然后就是那个爱比斯之梦就是这个作品 他就很有那种那种韵文 所以我就这几年 他其实挺早的是拿那个日本新云讲的 我就挺喜欢就是这个作者的作品 你们有进去可以看着 嗯对 到时你们都发到群里 然后让Jacky回去补补课 这样的话下次他就可以举点别的类子 然后就会发现他举的类子我就听不懂 如果他看英克帝国的话 他在一个月内都举不了任何类子 因为这个系列太大了 嗯行我我再念一个问题好了 我再念一个问题 我我觉得刚刚那个问题真的是我们开了好大的脑洞啊 其实其实后来反正跟游戏类型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大了是吧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再念一个其他人的问题好了 那个人文上深度的减弱是不是一种产业接近成熟的特点 虽然我了解的不多 但是听说呃都是对更早一些 但电影更加推崇 或者说早期开拓阶段人群都是个人素养比较高的人群 呃呃我是这么觉得啊 就是说我觉得早期就是游戏开发者 其实确实是人人个人素养比较高的人群 就你看有很多很厉害的制作人 他们本身其实在其他媒介的理解程度上也不低的 然后呃但但就是说 呃这可能是因为毕竟早期他做游戏的门槛本身就高 然后对对人的就是基本素养要求也技能各方面都要求也比较高吧 所以就正好呃对于这种新媒介感兴趣的人就是也是那种就是脑洞比较大 然后平时想的比较多的人吧 呃的确就是呃我觉得早期确实是有些开发者的素养是是挺高的 而且我一直觉得呃这个制作人或者这个游戏最主导的那个制作人 他的个人能力和个人眼界决定了他作品的上限 嗯就是说他的作品就是说如果他自己的能力一般或者他对事情看的问题比较浅的话那他其实做出很有深度的游戏 嗯我这个倒水我这个倒水嗯而且我还真的觉得早期很多老游戏其实是挺偏现在个那个独立游戏的那种状态的 对好多大量的个人游戏亚达利亚达利那段时间基本上是一个程序人搞定一个游戏 哈哈哈哈对对只有个人见解没有别的 对啊所以他个人色彩还有表达就很强 对啊对啊对还有你像那个 那个当初就是那个做早期辐射的那一帮人吗他本身就是那个冷战时代的过来的他本身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他就是嗯里面对一些就是人性还有那个时代的就是法师他就非常的就是深刻嗯你可以他让你展现一个展现一个就是你很实在的就是说那个因为核弹毁灭以后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对 嗯另外嗯那个那个都让你说的都让你说好就是就还是呃稍微快点说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是呃早期就像呃大家说的一样就是早期确实游戏我觉得他的也是个人的风格会更加的呃更重一些 而后来的因为因为工业化 因为规模化 所以说他的个人的这个风格会减弱 当然日本可能稍微的保留了一点 这种感觉 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权力非常大的 个人化风格非常强的 这种情况出现的 比如说这典型的小岛 但是欧美确实这种情况在减弱 比如说之前我看那个Tim Cain 就是辐射 就是刚才总书提到 做辐射一的制作人 他就经常在说 他最能代表他的就是 他的早期作品 就是辐射 以及他刚去这个Triolka的奥秘 就是那个奥秘争取魔法 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团队特别少 然后他就是那个头头 他拿所有的主意 然后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 然后其他的人就是打杂的 就是打工的 所以说这个他就想表达什么表达什么 他的个人风格就特别特别的强 然后他自己的素质 他自己的这个 一些一些见解就能够更轻易的 或者更多的反应在游戏里面 但以后如果成为一个群体之后呢 他就就会有很多事情是由群体来决定的 而如果这个群体决定的事情 就可能很多时候显得更圆滑一点 或者更平均一点 更符合这个群体的所有的人的一些想法 所以就可能会有这么一个一个趋势吧 最大公约数 而且其实欧美他的游戏 做游戏风格确实也跟工业化痕迹更重一点 而且我觉得国内 电影那边过来的 对国内厂商其实更倾向于学欧美那套东西吧 我想分析一下 就是是不是因为美国人民比较会变同 而日本他们更加是从上一种匠心的精神 然后再加上日本人不是那么变同 特别死周 所以他们还保留那种长生 我不觉得 我觉得不完全是 我觉得跟日本的这个长期以来的这种 终身故隆之什么的这些文化都有关系 就是他可以造成 社会福利政策也有关系 对其实 我我其实原来是跟那个卡普空合作过的嘛 然后就是说他里面 他们那边的就是开发者给我比较深的就印象 就就其实就仰慌刚才说的 他本身这种终身故障制就是 会影响到他们一些就是那种心态 他有点类似我一个搞特效的人 我不会想的不错 我一辈子就会觉得大窝饭是什么 我是少爷们都丫鬟 对对他他就搞一个特效的 他会想我就一辈子就就搞特效 然后他会把这个就特效这个事情抓的 装的就是非常深 就像那个日本人他他煮那个大米饭一样 他就就做的就是特别考究 然后我不是跟他们交流 他们就是说那时候是跟他们那种特效 特效设计师跟动作设计师交流 你会发现就是说 跟你交流的这个人他就有点像那种 就搞动画或者那种特效的那种老将人 他就是搞专门只搞这一个点 他搞了二三十年 然后他有很多很个人化的经验 这些经验就是属于不是那种欧美的那种 就是被量化出来的这种经验 他就非常个人化的这种经验 比如说你做一个特效做的不行 他给你写一些就是那个评论 说你为什么不行 然后他再做一个那个展示跟你说 哎该这么做 然后就说他里面讲的一些东西 你发现就其实挺原理性的 但是他就很很就是个人化 就很像一个老呆人自己搞了几十年 就是琢磨出来的这种东西 嗯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嗯 好 那个 我看啊 这我再我再问一个问题 Jacky你这个完成度多少了 我不知道你们继续讲 我这个密度已经很大了 就是我 我我真的是 我觉得他的主张已经化不下了 也暗示着我们应该结束了 没有 我是觉得你在挑战我的这个 这个 好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好吧 然后你看你最后这个问题 你想加多少内容就随你好吧 然后就就收尾一下吧 嗯 老游戏能够留到现在已经过了大浪逃杀 即便是有一小部分人 还想去挖掘过去的闪光 可是毕竟力量太小了 我记得以前看过的视频说过 不止 嗯 不是只有国内烂游戏多 国外奇奇怪怪的游戏也很多 只是你们没有接触到 没有接触 只是你们接触不到而已 所以老游戏保留了下来 保留下来了过去的精华 想起来曾经的仙剑奇亚传 并没有引导 但未来的游戏是否会为了资本而变得越来越简化 只会越来越简化 呃 不是 这个提到仙剑 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说仙剑 就刚刚那个孟菲也提到 孟菲你你玩那个 你学生玩那个仙剑是是新仙剑吗 不是 98版的 怎么还有 还有 当时有种鼠标控制的吗 是用键盘控制的吗 用键盘控制 但但我为什么自己有鼠标呢 可能我的记忆也不太可靠 我记得新仙剑 老仙剑好像没有鼠标 是新仙剑有鼠标 anyway 老仙剑是键盘 对老仙剑是键盘 然后 特别不好 因为它是那个45度 你还要用那种键盘做出 就是脑补 因为你的键盘是上下主动 我去年玩了一下仙剑 就是老仙剑 然后Jeky也知道 然后那个时候 我玩那个仙剑的体验 我意外的发现仙剑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游戏 因为仙剑其实你放到现在来玩 甚至跟他后面的作品比 其实他都不算难 而且他还意外的流畅度还挺高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有老的 就之前玩过这游戏的这种记忆加成 就是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卡关的地方 我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但的确 我觉得你可能是 可能是有些 可能是有经验 有经验加成是吧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第一次玩仙剑的时候 我打不过那个黑苗人 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可以用物品 就是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引导 然后我做一个 去玩这个游戏的人 对吧 所以说可能还是跟以前的经验 跟后来你玩游戏的经验 可能还是有点关系 当时可能你如果真的是一下接触这个 不一定会觉得它真的很简单 有很多地方可能会看 那倒是 我在同样的地方卡过过 其实你说的简单的游戏体验 你玩什么都挺简单的 你没有代表性 你说我呀 好吧好吧 我觉得那个女神转生系列就难度挺高的 如果你挑难度高的话 因为它里面太多随机性了 我们不是都不挑难度高的 有人在问说国产游戏里面 比较有启发性的是哪款 我很好奇你们的答案都分别是什么 什么叫比较有启发性 就是他下面说 他觉得仙剑没有提供任何游戏性上的创新 但是这我想听你们 你们你们自己最喜欢的可能觉得国产游戏里面 大概比较能代表国产游戏的创新水平 或者就是就是就是反正说到国产游戏 你觉得它特别中国特别好的这种 你们觉得是哪个 好我说一个 暴时三国 暴论 暴论 好轮到你们了 你总得说说原因吧 就是RTS结合三国的背景 然后其实三国制的机制战略版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到现在都 就好像只有全战和现在的三国制 开始用这种大地图机制战略吧 然后之前很长时间都没有 他们算是第一个我今想上这种大地图机制战略 三国游戏 而且还有武将这种英雄系统 大富翁 大富翁那不是咱们原创的好吧 难道算原创啊 台湾狂徒的 不是在那之前不是有抢手棋吗 但是应该是他没有把它设计到电子游戏 我们就放了电子 啊啊啊疯狂医院 啊 嗯 嗯 疯狂医院 嗯那个那个使用屋 那个其他人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说主题医院吗 他说疯狂医院 我知道他说的那块 有挖的那场吗 还是另外的 不不不你你你别抵他 你别抵他 你那个那个 你们说吧 你们说什么游戏 嗯 你 Luna呢 嗯 火上游戏的话 我想不出太多 能让我就觉得特别 就比如说一下就就刷新我的那种认识的那种游戏 但是有很多确实是非常 我觉得完成度和它的游戏本身做的水平很高的 就比如说呃 我提一个游戏就是呃天地劫忧城幻见路 呃 还有就是比如说呃宣言剑三的和三的外传 就这种我觉得从RPG的角度来说呃 就是我觉得就是社就是做的水平包括它的叙事啊当然可能说叙事不太合适啊就是故事故事吧就是故事人物呃等等我觉得都做的非常完善的一些呃一些游戏而且只有在也确实只有能在中华文化圈里才能玩到的这样这样一种感觉这这样一种感觉的游戏嗯嗯 所以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喜欢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RPG这个类型的嗯所以可能也会稍微的偏这个RPG一些 对所以就优城和宣言剑三和三外传哦对三我真的很喜欢三我特别喜欢对对我喜欢 九叔呢 我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印象的其实我我没什么资格说这个的我是属于就是玩就是日本游戏起来的 一代就是那个国产游戏因为我那时候没没有电脑嘛所以国产游戏玩的特别特别的少就如果你说我比较有印象的话可能是那个刀剑风魔路吧 嗯我觉得就是他那种就是说那种多样化的这种选择还有那种打法啊就让我有一点感觉像有一点那种当初就是是上上真实还是那个深谷因素做的是深谷因素 还是上上真实他做的那个神之手那当初就一点那种神之手的那种就是那个做一个就是这种比较多元化的就是事业场工作游戏的话 对对顺道一提我以前那个我做我旁边的一个程序员就做那个刀剑风魔路 哇大佬 羡慕 我我就提两个一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我觉得说不定你们都能猜出来肯定是《武林群侠传》我简直是《武林群侠传》的真爱粉但是根本不接受他们后来做的那个表现 后来都不行啊 那一版我特别不喜欢高度不喜欢就我特别喜欢《武林群侠传》是因为他我觉得他是我玩过的所有游戏里面就是少数的真真的给了你自由的成为一个侠客感觉的游戏就是就是你本来在武林里面你看哪怕是金庸那个金庸古龙什么的小说侠客也不是天天都在打架的就是就是他们也是有爱恨情仇的 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就我其实特别同意评论的观点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嗯 我要说什么来着《武林群侠传》体现了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我觉得这点评点特别好这这位杜达同志我感到我跟他的游戏经验可能有一些重合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 就是《武林群侠传》广影展现的江湖不是一个单叙事的江湖而是一个多视角的有着多各种各样的人物 然后你可以和他们自由的建立关系网的这么一个江湖 所以我始终觉得就是就是在中国的RPG游戏里面做出了这种自由度 然后做出了这种就是就是江湖感的游戏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最喜欢他 另外一个游戏是《抑郁狂想曲》不是《抑郁正魂曲》是那个是《抑郁狂想曲》 它是台湾与俊做的一款游戏非常特别就是他他那个游戏 我没有办法简单的用语言描述他 反正他就是那种那个看起来像是回合之战旗的战斗机制 但他的主线剧情包括他中间的很多关卡设计都非常特别 就是这个游戏我打个网友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玩过 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我小时候那个不是特别能理解3D世界和2D世界 到我还没有什么哲学观念的时候 我当时玩到这个游戏它里面有一关就是 就是就是是草图形式展现出来的这种关 就比Jackie现在画的还要再草十倍的那种真的草图 就是那个世界里面完全都是2D的 然后那个世界的居民因为你其实是3D的 所以你进去以后那个世界的居民就会说你长得很丑 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你 然后就是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你不同的试点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就是当你真的出现在一个未完成的2D世界里的时候 你跟这个世界的人说这个世界还有第三维度 他们是不相信你的 他们觉得你有毛病 而且因为你以2D世界来看那个面貌就是非常的丑 你想你是一个三维的东西被压成了一个二维的饼 你能好看能好看吗 谁做成一个饼是好看的 就是就是那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 呃有些 有些矛盾它就是不可调和的 就是就是每每一个人的见解 其实是受到他周围的这个世界的塑造和影响 就包括周围的物理条件文化条件和精神条件 就是就是我在我小时候玩的游戏里很少有游戏像抑郁狂想曲一样 对幼小的我的世界观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 我玩抑郁振魂曲的时候都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这个游戏我还挺喜欢的 但这个游戏的bug很多 而且后来就它也是加上了那个Starforce系统的 所以就是就是当你不再用老电脑的时候 就很难重新去玩它 就很可惜 我觉得就是这Starforce真是国产游戏史上的夜独流 影响了很多好游戏 好游戏在被重新玩 所以希望 算是跟盗版对抗中的一个弯路吧 也不算弯路吧 我也不知道 就是现在也没有数据佐证说 Starforce到底是促进的销量 还是打击的销量 所以 是啊就就很不好说 但总之就很希望将来有人能再做那个益域 一遇狂想去的视频 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应该不太多 其实我倒挺希望这些国产老游戏 能够被重制 或者至少像GeoG那样 就是做成能够适应现在的系统的版本 但就很难 因为我知道现在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另外就是现在的城市上 可能都不一定有当年的那些游戏的版权 就很麻烦 时代久远了 现在只能靠爱好者 一些对贴吧里的爱好者 他们还会整理出一些 比如说温室可运行补丁啊等等 就有一些老游戏 就人数 关注人数比较多的 还是有这个待遇 但是一些关注人数比较少的 可能就得自己去做虚拟机啊 去自己研究了 不过国内真的这个淘宝好神奇啊 就你搞不定 你其实可以在搜索上能搜到 有人帮你搞定 哎呦 我不应该出这路子 但是但是的确我觉得 这也是咱们国内一个有趣的生态 然后当然以后你们永远都有到答案馆 爱玩老游戏的自由 我在答案馆捡了很多破烂 其中就包括很多老的主机 就是真的很老的主机 但他就可以很流畅的运行这些很老的游戏 所以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 垃圾和垃圾碰到一起产生了宝藏 这个不错 好 那个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我这边我觉得差不多了 要不今天就先录到这边 今天其实也挺晚的 嗯 好 好 那个那个 因为主要是Lunamos那边估计应该挺晚的吧 他跟我们这边好像一个小时 大概一点左右 对 还好 我们今天就就先聊到这好了 那个欢迎Lunamos下次再来参加我们的选学 嗯 就是接下来 不行 我们现在要游戏的人 哎 我老搞不了 对对 对 对 我们这样游戏的人 就是爱称玄学而已 对 爱称玄学 因为我们都聊的比较玄的话题 嗯 对 包括未来就是接下来我 我明天会休息一天 然后三号四号五号晚上都会有直播 然后那个Lunamos 你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来参加 欢迎我们就一块聊 对 然后三号呢是是有一个就是叫Roblox的一款啊 应该算是有点像Dreams那种那种游戏吧 那他可以在手机上做各种这样小的游戏 他们的国内的团队会过来做一些分享 然后如果Lunamos你感兴趣也可以一起来聊 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 那就关注一下直播间 可以差不多 嗯 然后然后那个四号的话是Crawware的朋友会过来分享一下Crawware Crawware音频的那个 对音频中间间 然后五号的话呢 是那个会请之前成光的制作人 现在他们在做一款新的引擎叫I Fiction 是一个结合了RPG Maker的功能 成光的功能 还有类似于可以做ACT游戏的这些功能 然后做了一款新的引擎 也蛮有意思的 是一个国产引擎 所以到时候他也会过来做一些分享 对 好 那今天就这样 然后那个Jacky你这边是画完了 画完了 辛苦了 我们聊了三个小时四十分钟 你就画了三个小时四十分钟 非常厉害 你聊到长时间什么 就是想看 我在等你听 我在等你说完 好吧好吧好吧 那没关系没关系 那行 我懂了明天 明天我会掌握节奏的 就这样 拍一面 就拍个房 对 不过今天确实是有好多想聊的点 还是还是挺不错的 行 那我那 那今天就先这样 然后大家早点休息 我们下次再聊 那今天没有后绝对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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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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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